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進入最後討論階段了 昨天晚間賴清德是親自到黨中央主持會議 兩個小時希望可以廣納各界的優秀人才 好 我們來看到傳出包括英系立委 莊瑞雄還有立法院長游錫坤等等 都是在安全名單內的 另外更有多位藝文跟體育界的代表 也都被拿來多次討論 名單下個星期會揭曉 但今天傳出已經被盛傳 許久的網球一哥盧彥勳勳他透過臉書表示 他已經挽洩了民進黨的邀請 我們是沒預計設立長 突然間你問我這個問題我也嚇一跳 五月受邀到民進黨中指會演講 交流體育政策 網球一哥盧彥勳勳東京奧運退役之後 仍積極為臺灣提攤努力 當時還和黨主席賴清德合影留念 做傳出徵詢不分區立委消息 近期綠營封面三顧茅廬 六號晚間賴清德更親赴黨中央開會 但盧彥勳最後卻婉拒 臉書發文感謝推薦和肯定 但未從有意參與政治工作 如何讓臺灣的體育更進步 才是他一生追求 透過自建或是團體的推薦 總共有一百多個 那的確是跨領域的好人才統統都有 優秀的人才也有他個人人生的規劃 除了一文體育界代表 討論激烈政治組方面 永遠的柯總 召柯建民 英系立委 莊瑞雄 還有洪生汗 羅美玲等都全出在安全名單內 政國會的尤錫坤也被極力位留 在真國會龍頭寶座 對抗藍營可能回鍋的王金平 我沒有什麼意見 尊重大家發表意見的權利 第六沒有多談 但這抹神秘微笑似乎已說明一切 下週就將揭曉 跨黨派 跨世代 跨領域 在下個禮拜提出名單 爭取國人的支持 隨著選戰節奏 賴清德握有一手好牌 準備一一兩項 這台北綜合報導 布 錶 interested Tall 1 蠅